第1506集 今日同归 法尊冷冷说道 你为啥够 我就成全你 说完一挥手 再娶三千人 至尊以上任何人都不许动 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再杀几个 在旁边接令传令的执法者八品至尊 几乎要晕过去 对方虽然已经身负重创 摇摇欲坠 但始终是九品至尊层次的强者 法尊居然只派三千人上阵 而且还要至尊层次以下的 那不是送上门被人宰着玩的吗 怎么 法尊眼睛一翻 这个有些不妥啊 这位八品至尊 喃喃低语 下意识地回答 不妥 法尊冷笑一声 突然一伸手 掌心向外 往回一拉 一股异常强猛的劲力突兀而出 瞬间已经禁锢住了这位八品至尊 一个无形的漩涡瞬间形成 法尊一皱眉 眼神一利 一股浓郁的阴云魔气展现出来 呼了一声 这位八品至尊的整个身子就被吸了起来 在空中翻滚了一下 就头前脚后向着法尊的手心飞了过去 越飞越近 而他的整个身子竟然发出了一连串的噼噼啪啪的声响 整个人体居然就在这噼噼啪啪的声音之中急剧缩小 没错 就是缩小 整个身子都在急剧缩小 最后 啪的一声 撞到法尊手上的时候 整个身体竟然只有一只兔子一般大小 接着 啪的一声 法尊右手猛然合拢 这位八品至尊的身体 在法尊手中 瞬间变成激粉 手掌再度张开的时候 许多粉末从他的手中速速落下 化作了尘埃飞散 因为实力极高 全没任何折损的八品至尊 在法尊手上 竟然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变成了一团粉末 纵然是没有防备 但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是让所有人感到了无限震撼 法尊的实力 究竟到底到了什么地步 然而震撼之余 却是恐惧 由衷的恐惧 那位八品至尊 既然能够成为法尊的传令人 足可证明 那正是法尊的心腹 且不说他并没有多少挫处 但只说如此心腹 也可以随意断杀 法尊现在的疯狂与决心 已经可见一斑 传令下去 法尊将修长的手指 缓缓抬到自己面前 轻轻地吹了口 将手掌中残余的粉末 彻底吹掉 我不希望 再有人说出什么不妥 这两个字 我的命令 就只需要执行 不需要什么不妥 明白了吗 是 旁边另一位八品至尊 早已被这一幕 吓得脸色惨白 文言再也没有任何意义 立刻前去传令 稍后就见到一队人 向着场中的诸葛苍穹三人而去 厮杀声再度响起 随着战声在响 法尊又闭上眼睛 嘴角游自带着一丝冷笑 三千人投入战场 对阵对方的三个人 看起来双方人数悬殊到了极点 说句俗话 拿人堆也能把对方堆死 可事实上 双方的实力差距却也是大到了极点 拿人堆把对方堆死的前提条件是 双方是档次接近的实力 但是现在的真实实力对比 却好像在大海之上 派出三千个两三岁的小孩子 去围攻三条受了重伤的鲸鱼 鲸鱼虽然重伤 但只要还能动 只要随便的一个转身掀起的浪花 就足够将这三千小孩子全部淹没 而现在战场之中的情形就是如此 三千人手 人数越来越少 前后不过片刻光景 已经折损了三分之一的数量 而诸葛苍穹三人 在这样的单方面屠杀中 非但没有感觉到疲累 却有一种休养生息的感觉 实力居然在点滴的恢复之中 这太过分了 我不去 这根本就是让我们去送死吗 太过分了 法尊大人是昏了头吗 怎么出这样的昏招啊 最终 在执法者队伍中 当第一批三千人彻底死绝之后 再一次严令下来的时候 立刻就出现了以上的反弹 毕竟 不怕死和送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谁都不愿意去送死的 不遵号令者 杀无赦 刀光闪烁 只是一瞬间 宣华抗议的人群已经被屠杀得干干净净 然而法尊的这个动作激起了更大的反弹 更多的人开始反抗 场面异常混乱 法尊面沉如水 仍旧只有一个字 傻 瞬间 数千人再度倒在地上 法尊的独断专行 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一种由衷的含义 法尊给人一种若是不遵号令 就算把人杀光也无所谓 这样一种怪异感觉 感觉虽然怪异 却是实在 实实在在 如丝高压之下 终于又有一批人冲了出来 于其被法尊的命令杀死 不如与那三个人尽命一搏 那三人始终是重创在身 尽力一搏 或者还有一线生机 但是跟法尊对抗 注定是实死无生的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畅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CNW.CXC8.COM 为何至尊以上的高手 不能出战呢 一直坐在法尊对面 已经好几天没说过一句话的 平潇云突然开口 这三个 也可以算得上是英雄 英雄 总该有几个人陪葬的 法尊轻描淡写 平老不必解怀 虽然彼此乃是敌人 但这并不妨碍 我给他们一点尊重 如此而已 平潇云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先前百万人的陪葬 你觉得还不够隆重吗 还想再添多少 三千 三万 还是更多 那是我的事 我的决定 法尊淡淡地看着平潇云 平老 等你做了法尊之后 再来质疑我的决定不迟 现在的你 似乎没资格质疑我的决定吧 平潇云凄厉地笑了笑 我的确没有 时至今日 我连灵魂都已经在你的控制之下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我的魔化 究竟要如何才能解除 什么方法 什么代价 我很抱歉 没有方法 永远都不能解除了 真是遗憾啊 平潇云突然愣住 因为他竟然从法尊这句话里面 听出一丝由衷的真诚的歉意 这点情感似乎是根本不应该出现的 但是现在自己分明有这种感觉 法尊抬起眼睛看着平潇云 若我最终能够死去 你的灵魂失去了主宰控制 或者就此彻底堕落成魔 又或者 能维系最后一丝清明 到那时 你要是仍能保持最后的一丝清明 不想围惑人间 就废掉自己武功 我可以安度晚年吧 平潇云凄惨地笑起来 妥协之路 我若现在当场自爆 干掉你的几率有多大 不会有任何用处的 因为你和我的层次 已经差得太远 就算我允许你自爆 结果也是无济于事的 白白牺牲而已 如今的我 已然是今生不坏 法尊的眼中 透露出了一丝忧虑 还有担心 在这天下间 或者只有一个人 一把剑 有机会杀死我吧 平潇云目光一亮 咬牙喝道 是九节剑吗 难得你还在担心 九节剑杀了你 哈哈哈哈 老夫突然感觉很解气呀 原来仍有方法对付你 法尊摇头失笑 目光悠然地看向战场 心中默默说道 世间原来 一再无人知我 没人知道我担心 知道我的顾虑 我现在最担心的 却是九节剑 也已经没法杀死我 而这一点你们不懂的 我要死 只能死在九节剑下 战场上 诡异的不对等战斗 仍在持续 死掉的人 自然也就越来越多 可是 法尊对此 却完全无动于衷 仿佛死掉的 只是蝼蚁而已 在第三批人手冲上去围攻的时候 诸葛苍穹等人 也终于到了强弩之末 摇摇欲坠 人力有时穷 诸葛苍穹等人 毕竟不等同于海中的巨精 围攻他们的低节舞者 也不是几岁的孩子 杀人 始终还是要花力气的 身负重创的他们 渐渐力竭 巨精淹没生灵的大浪 始终还是需要摇动身体 才能产生 当重创的程度达到相当地步 连摇动身体 都渐渐的变成蛇球 而现在 诸葛苍穹等人的状况 就像如此 就在此时 仍在城墙上观战的叶晨晨 抬起头看了看天空 天空中的雷光 显然已经是到了尾声 乌云虽然仍旧密集 可是其中那种特异的天地之危 却已经快要结束 突然间 叶晨晨一声长笑 大伙死在一起吧 法尊 让你的人全部出来吧 一身长掠 犹如旋风一般 率先扑下城头 随即中毒城中 所有剩余的叶家众人 所有剩余的江湖众人 一如旋风一般 跟在叶晨晨身后 傻向战场 之前早已动员好了 此刻 只是慷慨复难 法尊的目中 寒光一闪 叶晨晨 你倒也算上一条汉子 大手一挥 执法者全员出动 务求在最短的时间里 结束此一 法尊一声令下 所有的执法者 倾巢而出 第1506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